所以你看啊 你看基本上 我跟他聊了一番之后 我就知道他的老公 在家里是怎么过的 哎呀 这口才 你看太厉害了 你最后一份工作 辞职是什么时候 去年 今年 今年 什么原因辞职 你这种不认输的人 怎么会辞职呢 总的原因还是因为 工作 我的付出和我的 这样的一个收入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可以跟大家说 我当时在这家公司 我有三个名片 品牌总监 公关经理 协会秘书长 身兼素职 对 上份职人 所以说我需要承担很多 我有一次加班 加了很晚回来 然后在地铁里面 就晕倒了 当时我家人都没有说过 你晕倒在地铁里 对 今天站舞在哪儿是吧 对 在这边 你好 你好 客观评价一下你的妻子 这些年来她对你怎么样 很好 你感受不好吗 没有没有 她的确是很好 为我们家庭付出很多 你们家庭里面经济负担 主要是谁在承担 我老婆只能多 那你主要承担内务了 内务我老婆也承担呀 那你干什么呢 那我也上班呀 那怪不得她会累到在地铁里面 其实我 我们家庭舍都是我老公 他在做 对 这么会说话 我老公特别好 到底谁做 特别疼我 所以我也很愿意付出 图老师我要爆料 其实大哥真的不是什么都不做 所有家里的钱都是大哥管 对 管钱 对 你们家还有一个第三者 我可以问那个第三者 到底谁是说的是真 谁说的是假 来 请女儿起来了 你好 图老师你好 谁疼谁呀你们家 就在我们家就是我妈主外 我爸主内 大部分的家务活都是我爸在做 你凭借一下你爸的性格和你妈的性格 我爸的性格其实跟我挺像的 就是比较沉默 就是比较窄的那种 然后我妈她就特别的外向 然后她的心态 我感觉她心态都比我还要年轻 比如 我跟我爸在客厅里面看《真还传》 我妈她就躲在房间那个卧室里面 我们看完一集 我说 我就问我爸 我妈呢 她怎么一集都没出来 然后我爸她就看了看 她说你不要管她 你自己进去找找看 这个时候电视里面传来了 贱人就是交情 没有没有 然后我就进去看了 看了之后我发现我妈不在 她说你再好好找找看 我爸就说你再好好找找看 然后我就找了 我妈她就躲在床下面 她说你们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来找我 她就很委屈 她躲在床底下是吧 对 那说明她是一个同心未敏的人 是 然后我妈她就 然后你跟你爸就在客厅里吐血 那她很可爱 所以其实你母亲是一个让你和你父亲 让你欢喜让你忧的人是吧 说实话你希望她再找工作吗 这 这当然希望呀 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她 是需要有一份工作的 她不可能就是 她自己贤富在家里面那种 她贤富在家里玩 你爸也挺好的呀 但是她肯定要有自己的 就是我觉得我妈 她也需要通过她的工作 来实现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价值吧 她的价值观是什么 她要实现什么 赚钱 然后 不由你赚钱吗 我现在还没有那么能够赚钱吗 所以你母亲其实需要工作 来释放自己的力量 是 否则的话这力量要是憋久了 她就躲床底下去 那就得对付到我爸身上了 是吧 你好像有点可怜你爸 因为我妈的幸福 你说把你爸在家里遭不遭罪 她已经习惯了 我爸也需要体谅我妈 因为相比而言 我妈的工作压力更大一点 不要再宅在家里面 多陪我妈出去逛一逛 过一过二人世界 我觉得我妈很能干 很优秀 所以不要紧张 好好展示自己 谢谢 来 请坐 谢谢 你也说一句宽慰她的话 鼓励一下她今天好好面试 好不好 加油老婆 老婆我爱你 我也爱你 哦 啊 啊